一揉一捏一压 在飞翼传人陈明远手里 几块面疙瘩经过精心雕琢 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 近日在天津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的飞翼展示区 金牌面素传承人陈明远向观众展示了面素记忆 做一个人物的时候 就是先开脸 就是先速投 然后呢 就拿个筑签 缠上那个一点报纸作为支撑 然后外面再做取杆 然后再做衣服 就跟咱们人一样 一层一层的穿衣服 我们总结的八种脸型 你像有田子脸 有甲子脸 有身子脸 就这些 这是大概的一个认知 然后把这个框架先做出来 然后呢 就是再去填内容 谈起刚开始接触面素的原因 陈明远说 自己与做面素的爷爷一起生活 爷爷捏出来的神话人物 让他对面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割雷面团成了他儿时的玩具 从兴趣到职业 随着记忆的精进 陈明远还学习了美术和雕塑 将他们与面素记忆相融合 孙悟空 诸葛亮 牡丹亭 不论是人物 还是戏曲场景 在陈明远的手中 仿佛活了般精美灵动 这个面素呢 要行神兼备 就是和绘画 雕塑都是一样的 以行传神 开脸是最难的 因为切人切面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先开眼 然后再做眼球 做眼球 然后再贴那个瞳孔 瞳孔上面还有一个黑色的 瞳人 眼人 眼睛呢 它是有五层过渡 所以说从哪个角度看 它都是看着你的 和你有交流的 就像素了有三四千个 所以说堆出来的 朋友我这一做 我就能知道 我该表达什么 废素三千 之前的作品 肯定都算是废素 金牌面素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将面素材质 薄 透 润的特性 发挥到了极致 充分展现了 衣钵如沙 发系如丝 衣文 飘逸灵动 人物秀美如生的 流派艺术特点 身为金牌面素的 非一记忆传承人 近三年来 陈明远致力于开班教学 旨在让更多人 接触传统文化 未来 他还准备将面素 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场景 结合起来 希望人们可以铭记过去 有一百多个学生 小的十来岁 大的七十 七十一 因为这段时间呢 我在看 金刚山 还有 长征 这些优秀的电视剧 我就打算呢 就是以后呢 可以把这个历史的 重要的这个节点呢 然后用面素的形式 表现出来 然后让咱们呢 能记住历史吧 好 好 好